你们的准备时间还有不到两小时 我们被称为刀尖舞者 但起降再危险了 只是开始 进攻才是我们的使命 飞几飞 飞几飞 航空连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每架战机都是值得托付的战友 飞凉冠军的两个目标 好 打了一枚 我打了两枚 现在机飞行员是航母战斗力的核心 那么招飞选拔就是高速制飞行人才队伍建设的第一道关口 近年来 海军招飞对象范围和选拔手段不断突破 今年还创下了三个首次 首次面向地方大学生和大学生士兵选拔舰载机飞行学员 首次选拔舰载机女飞行学员 首次组织招飞对象进行15小时筛选飞行 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报道过 海军2023年度招飞工作预检初选和全面检测等环节 近日招飞工作又有了新进展 海军依托地方通用航空培训机构 在甘肃庆阳山东宾州两地 组织完成了首批大学生招飞对象的筛选飞行任务 那么筛选飞行阶段的选拔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这里是甘肃倩阳机场 海军2023年招飞工作已完成前期的预检初选全面检测 进入到了筛选飞行阶段 在这一阶段参训对象在完成地面教学单元的全部课程之后 正在进行的是15小时的时装飞行筛选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由地方大学生所驾驶的飞机正在跑道滑行 即将起飞 这也是海军首次组织参训对象开展长航时筛选飞行 筛选飞行是选拔飞行学员的重要环节 目的在于通过招飞对象真实体验空中环境 亲身驾驶操纵飞机 实现对其心理品质和飞行能力的有效检验 达到精准选拔是非对象的目标 筛选飞行突出对参训对象理解记忆 空间感知 平衡机能 状态判读和模仿接受等飞行能力的考核评定 采取军地专家共评机制 本次筛选飞行由地面教学单元和时装飞行单元两部分组成 地面教学单元主要进行理论教学 坐舱实习 徒步演练 模拟机训练等课目 完成地面教学单元全部课程的学员 才会进入时装飞行筛选 时装飞行主要分为初选和定选两个阶段 重点通过在经济上进行空域训练和起落航线训练 对学员的飞行潜质进行考核评估 初选主要是淘汰不适合空中生活 明显不是飞对象 定选则重点对标军事飞行潜质 实施精选筛选 通过审阅参举对象识飞录像 听取民航教员代飞反馈 采取行为观察和谈话问询相继合的方式 由我们减飞专家组进行综合考核和共同评定 今年海军招飞工作首次设置了模拟单飞和飞参评定 引入计算机辅助考评机制 实现军事飞行潜质的分时异地多维评定 促进筛选飞行公正考核和科学评价 可能有人会好奇了 这些进入筛选飞行阶段的准大学毕业生们 当初为什么会报考海军飞行员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 今年海军招飞首次选拔舰载机女飞行学员 那第一次驾驶飞机是什么感觉呢 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次有海军面向地方大学生招收女舰载飞行员的机会 我非常珍惜 我小的时候一直想怎么样我能离天空静静 后来是跟着我爷爷去参加航展 看到八音飞行表演队的表演 觉得真的好厉害好酷 那第一次开飞机的时候什么感受 哇好爽 上天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大片的卷晶云啊 淡晶云啊 在头顶上还可以操控飞机穿越岭层 穿云的瞬间 看到天空突然从会蒙蒙一片 变成非常湛蓝的一片 就是有一种霍蓝开朗的感觉 有点手忙脚乱也挺紧张的 一直捏着那个感 飞了一个小时 飞下来以后呢 我肩膀都是酸 你自己对这个操作还是不是那么熟悉 对不对 就考虾 我要怎么样操作才能把飞机做好 现在是感觉 已经用手能触碰到这个梦想的边缘了 建载飞行员到足起床 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